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拉提斯在狂秀恩爱中自爆了 同时老马也自闭了 因为彩虹桥也没了 下面我们开始吧 夜魔侠获得海姆达尔的见候 由于能聆听全宇宙的苦难之声 变得竟然神神叨叨起来 他此时和托尔乘着战船正驶向炽热的太阳 一路和托尔打着哑哑 诉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 托尔已经有些烦躁 呵斥夜魔侠闭嘴 而夜魔侠犹如唐僧附体 根本停不下来 嘿嘿你看那是什么 托尔抬起头 世界之术就在他面前 这让他难以相信 夜魔侠告诉托尔 当天国陨落 一颗新的世界之术 在新鲜宫中成长起来 并且将扎根入火海 现在以我们的实力 是无法战胜马拉提斯的 所以你这时 应该去世界之术上吊去 九天九夜只为寻找答案 托尔头也不回地飞上巨树 丢下一句话 如果我发出惨叫声 请别管我 马侃杂 天堂的战争天使们 正与黑豹大军 站在天昏地暗 一艘战船划过天际 来者正是黑豹的首席女将军 还有西服等先公女战士们前来驻战 将军一声 将战斗推向高潮 另一边 惩罚者带着光精灵们也杀入战场 憨害惩罚者竟然教光精灵们 如何与天使团战斗 却换来最装逼的嘲讽 我的人民 在你们的祖先学会直立行动之前 就已经和马拉提斯战斗千年 哇 这句话太霸气了 66666 突然天空电闪雷鸣 袭捡大地 随后这些现象 竟然在世界各地开始发生 轰的老麻部队苦苦哀嚎 来者究竟是何人 来看南美洲战场 美国女巫阿莫拉 已经将这里变为亡人的国度 罗比正和他的手下往里面厮杀着 但阿莫拉并不知道恶灵骑士有多恐怖 只认为罗比不过一毛头小孩而已 哪只反手就不打脸 提议博士和巴尔德也在此战场 驾着恶灵战车 爽得一瓶 巴尔德吐槽之前在明界的诅咒之船 和这恶灵战车上的屁都不是 看来北欧诸神还是low啊 澳大利亚战场 女浩克和巨魔之王站在天昏历暗 其实巨魔之王并未下黑手 因为当他看到了女浩克 仿佛看到了暗示 发誓等战争结束后 一定要娶女托尔为妻 女浩克反驳道 我不是女托尔 一旁的死士 铁拳 刀锋等 打得开心极了 你看他们嘻嘻哈哈的 这时全球的通讯也恢复了 因为刚刚罗克森公司也被黑了 华纳神族们从天而降 这个打头的妖精男子是谁 还有点帅呢 剑大锤提着刚格尼尔的神枪 貌似要去某个极度危险的地方 海姆达尔想阻止自己的领导做蠢事 开起嘴炮模式 告诉剑你这么去就是白给 送人头啊 虽然费尽口舌 但并没什么用 一根筋的剑大锤去以引诀 战场来到上海 这里已经成为火海 看来星德女王早些时候已经攻下中国了 上汽手拿双接棍 骑着马黑黑哈衣 另一边星德女王和精队打着死架 不过看来精队更省力愁 曼哈顿的战况也开始扭转 F4的加入给钢铁侠帮助了不少 并且神奇先生疯狂秀着冰霜巨人之王王妃 还口吐芬芳 行行吞噬者你知道是谁吗 他我的干翻过过 你和他比起来就是地主地地 欧洲战场 战况也倒向了正义一方 俩队长也在商业互捧着 而旁边毁灭者和库尔泽 你一拳我一拳打得有来有回 但最终还是毁灭者的拳头更硬 上面提到的世界各地的上空 都出现了天闪雷鸣 打击马拉提斯部队的真相 不用说都知道是谁 我们的托尔天神下凡 毕竟在世界之处那 刚刚获得了新外观 满世界找着马拉提斯 我们来到上期的结尾 奥丁和神母自爆在那里之后 马拉提斯此刻来到了巨石镇 这里被魔法红杖保护着 所以托尔找不到他 但但是奥丁竟然没死 你命请应啊 这么来看还是有牌面的吧 突然觉得你又比众斯屌多了 不过此时 他和神母被马拉提斯绑在石镇上 老马以折磨独业的手段 不断抽打狂兵 眼看又要断气了 一声俱响 一个女子怒吓着冲了进来 来者正是简福斯特 人称简大锤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推荣三连哦 这里小黑真的很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